不但是没有办法成佛呀,生死也没办法了,因为他就停留在这里。 所以迷惑菩提,往事之见,迷失了本来要求无上菩提的心,想要成佛。 结果,破五印的时候,前世印破了,世印破不开,世印生起这个长命的贪着。 结果,失掉无上菩提的心愿,迷惑菩提。 由这一迷,无上菩提的佛国,迷失了,往事之见,正知正见从此就等于死亡了,失掉这个正知正见。 修学佛法,一旦失掉正知正见就完了,就会成外道,成邪魔,不能成佛。 所以他失掉正知正见,就死明第七,执着命缘,利固妄婴,去长老国。 所以这个人呢,就是属于第七类,因为世印有十个境界。 现在讲的是第七,这是第七类。 第七类,执着以命根为本源,就是第八欧拉耶士,他想要永久,建立,使这个身体坚固,希望成就这种的因性,要具象于长久在尘劳中,长生不劳的这个结果,实际上是不可能。 老是成劳,八万世间成劳,这个时间就是成劳啊,就在这个成劳之中啊,他没有办法超出了。 所以为远远中,被涅槃成,生望远中。 为远远中,被涅槃成,跟前文一样不必再说。 望远,就是希望求元寿。 希望要求元寿,结果没有办法元寿,最后,阿斯托天还不是死掉吗? 所以他这种想要元寿的想法是虚妄的,不死的,最后的结果还是会死掉的。 他不了解这个,不知道,有生必定有灭,有成必定有败。 他不了解这一点,结果啊,就发生这种情况。 就落在这个邪魔,外道,求常命。 这个根本是一大作物,这是第七。 第八。 悠善男子穷诸行空,已灭生灭,而已极灭精妙问缘。 这个跟前文一样,就是行印已破,失印现前。 观命夫通,他一看到失印现前了,他就知道,这个众生的寿命是互相永通的。 看到众生的寿命,互相永通,就是你的命同于我的命,我的命同于你的命。 就是一切众生的,命的根源啊,第八欧拉耶斯,是互相永通的。 这种众生的,这个第八欧拉耶斯的这个命根永通啊,我们五印存在的众生是不知道的。 要等到,神数想行,失印都破了,失印现前了,那个时候他就会知道。 那个时候他就会发现,彼此的命,命根都是相同的。 与一些众生的命根完全相同。 那么因此他就想到,啊,这样不行啊。 神数想行都破了,现在只剩下这个失印啊。 这个剩下失印,如果失印一破啊,那我的失印破众生不就完了吗? 他这个深入一种错误的见解,就是认为失印与众生不通。 如果我的失印一破,众生的失印不就跟着破了吗?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,我的失印一破,众生也破,那用什么去度众生啊? 众生用什么去修营啊?那不就完蛋了吗? 因此他就,啊,看到这种情况啊,不敢破失印。 不敢破失印,不然是不敢破啊,他想要永久存,存留在这个尘劳之中。 不要死,而且要使这个尘劳的众生啊,越来越多。 尘劳,增加,所以叫,却留存劳,恐其消敬,却退回来。 想要留在这个,八半世间存劳之中,就是,简单说,存劳就是世间了。 想要永久存留在世间,恐怕这个世间的人都消灭定性。 啊,所以他不敢破失印,而且要使人增压,啊,那就使这个存劳的众生啊,越来越多。 便于是,地坐莲花工,广化其真,多争宝烟,知种其心,生生皆者。 他生这种错误的见解,变成种欲,啊,尽量在那里行欲。 这怎么搞呢?啊,就在这个时候,他发现,恐怕这个世间消灭的时候,他就,啊,做莲花工。 这个莲花工啊,表示他,啊,笼合一个很美丽的地方,环境很好,以现代话说,很性感啊。 啊,让他,啊,觉得特别,对于这个世间的,啊,这个男女关系特别的喜爱。 所以他广化七真,啊,七真九七宝啊,在这个,啊,很好的,美丽的宫殿里面啊,排列很多很多的珍宝。 啊,这个都是使他正常这个邪念,正常欲念,多正宝烟,你看这个就可以知道了。 啊,他平老命的在哪里,啊,做哪里关系,啊,这个,行欲,啊,知种其心,知意总容自己的心啊,去造这个罪业。啊,他想这样子,使世间的人增加,啊,人不会消灭。啊,他这个想法,就跟这个,啊,魔王的这个想法完全相同了。 啊,他生起这种的圣言啊,很糟糕。 是人在做真无真知,这个人就堕落在,啊,以为是运是真,实际上不是真,而执着以为真,而要长留成熬的这个错误见见。 了,执着夹着,执着弥敏寿执着. 执着,另外一个外道,执着,另外一个外道,执着,也是一个外道,都是属于贪欲方面的人,啊。 一般的诸五节,啊,是这样子节。 但是执着,翻成中国话是节福,打节的节,啊,禅福的福,啊,而执着是我所作,啊, 一般的读解都这样子,说这个世间的解辅啊,就是烦恼,造业,都是我在做,就是他在专门做这个种欲的事情。 不过关于这个扎之这个名词啊,扎之,扎之是印度化的,一般是翻成解辅啊,但是我查,查这个密布里面啊,密布里面有十个愤怒明王。 这个十个愤怒明王里面,第六个就是扎之。而第六个扎之的愤怒明王啊,扎之它在翻译里面啊,就翻成爱然。 因为它这个诸解里面啊,扎之下面又刮符写成爱然,爱是恩爱的爱,然是然物的然。 这可见它这是愤怒,专门搞这个男女之愤的啊,呃,我加罗啊,就没有查到啊,不过他这是明明有这个是贪欲的磨的这种情况。 所以他这种想法就跟这个愤怒完全相同了,做他的同伴了,由此啊,密布菩提,往事之见,这跟前面一样不必再想。 啊,此明第八,发邪是因,立志成果,这就是十十种魔镜当中的第八种啊,呃,发出这个邪念啊,预念的邪念的思维,以此为因,建立这个成劳直胜的这种果报,希望世间人越来越多啊,发生这种的错误啊,违远远通啊,被涅槃生。 生天魔种,这种人将来就要堕落在天魔里面啊,会非常危险啊,呃,我这个第八讲完之后,实际上啊,呃,关于这个魔,呃,邪魔外道方面啊,呃,文字已经说完了。 啊,后边两种啊,呃,呃,是定性生文,定性圆诀,啊,彼此佛,呃,呃,这是另外一块事。 呃,现在我讲到这里啊,有一件,这个,我在去年讲过的这个文字啊,我需要在这里补充。 什么呢?去年讲第九,第九卷,第九卷啊,讲到最后,有总结的文字,这总结的文字里面啊,各位没有书们注意听也可以啊,呃,这个总结的文字里面是这样的,佛对欧难说,欧难当之, 是十种魔,一末是时,在我法中出家修道,或富人体,或自现行,奸言以成政变之约,赞叹淫欲,破佛律仪,先恶魔师与魔地之因因相传,如是邪精魅其心腹,尽这九生多予百事,令真修行总为魔剑。 这一段文啊,我去年讲,这是讲到最后一次啊,因为哪一次不讲完,不能结束啊,呃,那就是农历的十二月二十四了,呃,因为要把这个文字讲完啊,对这个,呃,敬这九生,多予百事,这两句话啊,我只愿这个时间方面来说,简单把它,呃,这个消闻过去,就是当时只说, 进这九生,就是说,呃,按照,呃,正法,向法,末法,九生,呃,就是一三三十四,呃,三十三十年了,啊,啊,那么九生等于是九,呃,这个,呃,这个,呃,正法之后了,啊,啊,那么百事啊,就是认为就是在末法, 啊,就以这个时间来解释,那是最简单的解释方式,啊,实际上啊,里面还包含一种意义,啊,而且很,很重要,啊,呃,当时没有办法讲,如果是想要留住在讲嘛,又没有一节课,时间也不够,所以简单, 啊,只是想在今年的讲第十卷的时候啊,找机会把它补充,可是前面的文字啊,呃,形印十个都是外道,呃,试印十个当中啊,前七个也是没有办法排进去,只有这个第八,第八讲的预谋啊,跟这个完全相通,啊, 啊,因此我要在这里补充这一段话,就是另外还有一种意义啊,更重要,啊,这个,为什么说这一点更重要呢?因为经文里面明明有这样说,啊,佛对欧南说这十种魔就是前面响应的十魔,响应十魔里面到了末世之时,啊,末法之世就是正法,正法一千年,相法一千年之后,到了这个末法一千年之后, 一百年,到了这个末法之世这个时候啊,他们这些魔啊,前面十种定的这个魔啊,他会在佛法中出家,他会佛法里面修道,啊,他有的时候会附在人的身体里,或者是自己现出身体来,啊,都会说他已经成佛了,成为政变之军了,而且他最大的错误呢,他就是赞叹淫欲, 赞叹淫欲关系,啊,破坏佛的律营,凡是佛制的戒,他就尽量想办法把它破坏,啊,这种的先恶魔师啊,以魔地之,淫淫相传,主要在这一句,淫淫相传,就是魔师传给魔地之,都是淫,而地之传,地之都是淫,一直这样连贯下去,如是邪精魅其心腹,这种的邪魔的,啊,这个, 经意,流传在这个众生的,啊,妖魅的心腹里面,啊,一直连贯,啊,这连贯时间多久啊,如果论静嘛,九生,就是说,他一代一代传下去,会传九生,九的话,